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奥克兰市民湾 来自奥克兰海岸警卫队的Allen教练 正在为我们讲解如何安全的捕捉螃蟹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大家好 我是进来海岸警卫队的Allen 这位是Allen Chu 她是Waterstay Auckland的 然后旁边这两位美女的是来自海边救援队员 如果有什么问题或遇到什么危险的话 里面可以打那个电话 0800 save like 所以首先你要在那个扶标上面写上你的名字 然后你要把绳子寄到这个螃蟹笼上面 然后你需要在螃蟹笼里面放一个大的石块 然后再放上鱼耳 然后关上螃蟹笼 另外一件最最重要的事情是 你一定要穿上救生衣服 而且拿一根绳子 穿在你救生衣的后面 绳子的另外一头交给岸上的朋友 好了一切准备救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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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kalau 在新西兰海钓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 那么岩钓也是其中的一种 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您在享受垂钓乐趣的同时 千万不能忽略安全的重要性 泡沫就是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在岩钓的时候 如果你摔倒了 可能会对你的身体 会起到一定的保护症状 或者说你钓海里有浪的时候 然后往岩石上冲你的手 他也会对你的身体 然后一定有保护